让我没了你好好过 我怎么好好过 难道我还能像以前一样 我错了 我们兄妹之间 必然是要牵连一辈子 无论我在与不在 我都想护你一时周全 多谢三哥的周全 可是在我看来 我非常的可笑 我绞尽脑制的就是希望你可以入族谱 可是竟然没有想到 你竟然是龙泉商行的行手 手握半个金城的财富 这件事情 我不是想刻意去瞒你 我仅仅就是觉得他没有说的必要 是啊 然后你就和你的掌柜一起作戏 故意把铺子给我 当时你一定觉得我是个傻子吧 我没有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害怕我有危险 但是有一些事情他就是 他就是没有办法两全 我也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师兄 去送死 那我也没有办法看着你去送死 当时我搬到乔小娘的时候 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我做事情不计后果 应该保护好自己 你说我无所不用其机 一定会有一天伤到自己的 那你呢 你有保护好自己吗 你有考虑周全吗 你还说 让我没了你 好好过 我怎么好好过 难道我还能像以前一样 开心地吃皮发辣 开心地爽银杏吗 我就那么没有心啊 我不想告诉你 我就是怕你牵连进来 但首先 我错了 恐怕早都已经晚了 我们兄妹之间 必然是要牵连一辈子了 算了算了 居然我们以后 再也没有秘密了吧 我错了 我贵连进去 我贵连 你不认为了 我不能伤行 我贵连睡藏 你会想给我 你试试 你不听 我贵连 你不听 我贵连 你不会是 Dynam失贵连 你我贵连 我贵连